众所周知三国演义拔高了一些人 又黑化了一些人 更有的是功绩被抹杀或给了别人 除了曹操 曹仁 曹真 董卓 公孙赞 周瑜 王老 李典 乐靖等名将 我们现在那不是在出个人传辑漫画 一个个区分演义和历史的不同吗 还有些不知名的 或者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三流角色 今天就给大家简单说说这些人 李通李通这人 我很少跟发烧友们提到过 今天放在第一个稍微多讲一些 我们再看三国志 时候经常会看到谁谁谁 比如卤素 曹操 袁绍等他们幼年时 喜欢聚集些游侠类的人物组个小团体 李通就是活跃在江夏地区的这样的小团体老大 后来他带着他的部下加入了曹操 被任命为威中郎江 屯住汝南郡 在第二次晚城之战 也就是曹操第二次攻打张秀 突然撤退 假许让张秀第二次追击大败曹军 就是这里 是李通带着部下连夜赶到 补充了曹操的兵力 曹操命李通为先锋 打破张秀军 关斗之战中 连绍派使者到李通驻地 任命李通为征南将军 刘表也在暗中招勇李通 但李通全都拒绝了 原文是这样的 通案界以赤之约曹公明哲 必定天下 邵虽强盛 而任始无方 终为之卢尔 无以死不二 曹操英明智慧 一定能平定天下 袁绍虽然强大 却同帅无方 最终仍要被俘虏 我拼死也不坏二心 于是李通杀了袁绍的使者 把袁绍送来的 征南将军印寿送交曹操 又平定了怀 辱一代的强盗 被拜为辱南太守 李通死于赤壁之战后 营救曹仁的途中 这里李通表现得也相当英勇 遗憾的是李通不是战死 而是病死在营救路上 小年42岁 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在演绎 终被描写成在同关之战 被马超一枪毙命 成就了马超天威将军之名 总结 演绎让李通多活了三年 但成了马超的炼集刷经验的 跑来送死的 甚至脸都不知道什么样的纳税 说到马超 就要讲讲被弱化的 韩岁及西凉八部 他们与马超的关系是联盟 平级的 他们都是西北军阀 尤其是韩岁 一生都在造反 我们之前韩岁 马腾片里有介绍过 在曹操出兵汉中时 韩岁都做了马超的干爹 有些大决定 比如让曹操渡河 在渡河时发起进攻 也是马超听韩岁的 但在演绎里韩岁及西凉 八部成了马超的部下 韩岁弱化成苦口婆心 说啥马超都不听得可怜叔父 被完全黑化的蒋干 三国演绎蒋干道书 这个故事大家想必都熟悉 不用我多介绍 历史上的蒋干找周瑜的幕 以及蒋干的结局 和三国演绎中的完全不一样 历史上蒋干找周瑜的 是出自江表传 具体没说什么时候 有可能是到赤壁之战后了 曹操发现周瑜是个人才 就让蒋干去挖墙角 周瑜一见蒋干来了 就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周瑜不让蒋干开口 好久好才招待蒋干 又带蒋干去军营里转了一圈 然后跟蒋干说 你看孙权带我这么好 我得知恩图报啊 蒋干也明白周瑜的意思了 知道周瑜是不可能归降曹操了 也就不说什么了 回去后蒋干向曹操如实禀报 曹操称赞周瑜气度宽宏 情质高雅 不是言辞所能离间的 便放弃了劝祥的念头 总结 历史蒋干做说客确实是有 但从头到尾 没有被周瑜耍也没有丢面子 虽然劝祥未遂 但依然保持着君子风度 既然没有 蒋干道书 那自然也没有曹操在冲动下杀 蔡帽和张云了 蔡帽出身于襄阳的大族蔡家 张云是他的指导 用脚趾头想想 曹操也不可能一下子杀了他 若真杀了蔡帽和张云那影响的多大 不用等刘备孙权来打他 向阳当地豪强们就先造反了 董卓手下大将徐荣 历史上的徐荣很强 曾经打败过曹操和孙坚 还把颖川太守李明用大锅煮了 如果说曹操刚起兵实力弱 被徐荣打得惨败 多亏曹洪让马才捡回一命 那徐荣把孙坚打得溃不成军 还靠着祖冒冒死掩护才脱险 足以证明实力了吧 演义里面 徐荣被描写成 躲在人堆里偷鸡摸狗的太守 先让部下们打个埋伏 等曹操他们终招后再杀过来 还好旁边生出个夏侯敦 把徐荣杀了 历史中徐荣看到曹操兵散了就没再追 自然没有夏侯敦杀徐荣这事 董卓死后徐荣就归属朝廷 跟吕布和胡枕去抵御李爵郭四的叛乱 战死在沙场上 同样李爵 郭四 樊仇 张继也都被演义弱化了 其实董卓都被弱化成只会喝酒泡妞的暴徒 不想能被弱化下又何妨 最后忍不住吐槽下 被凭空加了污点和弱化的魏江 吴江吴子梁将之首于尽 演义里的出境还没许晃多 还多了妒忌庞德立功的事 徐荣跟随曹操南征北战 被誉为有周亚富之风 历史上徐荣跟着司马懿去襄阳抵挡诸葛锦 但在演义里却成了跟着司马懿去讨伐孟大 结果被孟大一箭射死 我就不提张辽被钉凤射死 让辽粉们气愤的事了 就让在演义里 凭空被吴江马中一箭射死的黄忠 来平衡点为粉们气愤的心吧 要知道黄忠只是病死 东吴左大司马诸然 愣是在怡陵之战中 被赵云以枪毙命 提前二十年结束了性命 甘宁在怡陵之战前就已经挂了 但在演义中又起死回生 就是为了去挨沙漠科之命一件 还好后来伙伴们杀了沙漠科为甘宁报仇了 最辛苦的是司马懿 抢了曹真的功劳拔高自己 最终目的只是为了衬托自己 还不如诸葛亮 一张的厚度 肯定是 在淡厚的厚度 写论 写论 写论